昨天,讲这个十法界,讲到这个菩萨法界。 这个菩萨,他是私恩不求报,愚人不追悔,他对众生有好处, 他不希望众生来报答他,他不是什么东西,也不会后悔的, 不是像我们一般的凡夫,布施出去为的是财, 为的是其他的真法。 你要知道,所布施的,他用呢,错了,你就会后悔了。 啊,我知道这么样子了,我不布施给他。 啊,布施给他,他也不做正经事。 菩萨呢,布施出去就不管了。 啊,你做什么,随你自己。 啊,菩萨啊,他所布施,他也不见一个能布施,也不见一个所布施。 啊,什么叫能布施呢,什么叫所布施呢? 啊,能,啊,我不是个人,我这能布施。 那么,对方受,接受我这个布施的,这叫所布施,我所布施的,我能布施。 那么,对方这个接受的,这是所布施。 在菩萨呢,他,不知道有这个能所,也不知道我是一个能布施的,也不知道对方是我所布施的。 根本他就不计我人,不计,不计要有我有人。 啊,那么他不是个人,也就和,给他自己是一样的。 因为他无人物,无相。 所以这是菩萨的境界,这就是菩萨所造的,这个业,这种业道。 那么前面说那个二乘啊,那个业道,那是啊,叫无漏,中品,时上。 这个菩萨,这个菩萨,这种境界呢,叫无漏,上品,时上。 这是,这是啊,菩萨的境界。 你要能,你要能,常常有这种的思想,啊,将来一定会做菩萨,回着现在就是菩萨。 啊,你说这一般的凡夫啊,就这么样的妙,他呀,不是菩萨,他就想要做个菩萨。 自己,本来是个魔鬼,他不想做魔鬼,不承认自己是个魔鬼,就想做菩萨。 啊,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菩萨这个名呢,好听一点。 这个魔鬼这个名字呢,是很坏的,连连都知道这个魔鬼是最坏的东西。 所以,不愿意做坏的,连名也不愿意做一个坏的名。 啊,这就是凡夫的境界。 感到菩萨的境界呢, 根本也没有一个菩萨的思想, 也没有一个魔鬼的思想。 啊,你要说他是魔鬼,他就是魔鬼。 你说他是菩萨,也就是菩萨。 菩萨也就是一个名而已,没有什么轻重。 魔鬼也就是一个名而已,也无助轻重,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啊, 菩萨是菩萨法界的思想。 那么最后是佛法界。 这佛法界, 啊, 更不可思议的。 他就是啊, 念念念之间呢, 单独 观察这个诸法实相。 看这个诸法实相。 本来诸法 实相不可以延宣, 那么他观, 观察这个诸法实相。 他呀, 觉悟到, 这个诸实啊, 不二的道理。 就是在这个全教上, 也就是实教。 所以, 理事啊, 理事啊, 你的平等。 理不爱事, 事也不爱理。 他是原用无碍, 所以叫理事平等。 可是他又知道啊, 可是他又知道啊, 既实而全, 就是在这个实教啊, 也就是全教, 全教方便。 所以, 所以, 这里边呢, 有百戒, 有千儒, 那么多的, 持别相, 将法华经, 我讲十入世, 十入世分成百戒, 百戒又分成千儒, 这个千儒啊, 这识别相随然不同, 可是啊, 可是啊, 他, 这个用啊, 是从啊, 这个寄灭圣处的, 所以说, 寄这个, 可是常常的有一种一作用, 虽然他清静寄灭, 寄灭无为, 可是有一种作用, 作用, 好像什么呢, 这所行的六度万个横啊, 就好像啊, 虚空里边那个云, 啊, 行来行去是, 啊, 好像那个云呢, 啊, 没有了, 他又生出来了, 生出他又没有了, 那么他又能啊, 云而长济, 就是啊, 动而长静, 啊, 静而长动, 动而长静, 在这个动而长静, 静而长动, 这种境界上, 连那个一记, 就一个边记, 也没有, 没有边记, 他也不想这个一, 也不想这个一切, 啊, 那这个, 佛这种境界上, 可是啊, 他能了知, 能明白, 这个一, 也就是一切, 一切, 也就是一, 然而他可以不想, 不分别, 不分别这个一和一切, 啊, 也不分别, 这个一切, 啊, 他就知道是一, 他了知, 啊, 所以, 在这个, 威尘这么多的岔度, 这么多的果, 果度, 威尘这么多的果度, 在佛看来呀, 连一个寒毛啊, 这么多多的, 也不相隔离, 啊, 也不相隔离, 一个寒毛, 这么远也不隔离, 时事古今, 啊, 因为尚说, 时事古今, 啊, 以前到现在, 不离当念, 都不离这个现前的一念, 那个, 威尘差度, 不隔好短, 时事古今, 不离当念, 嗯, 身变十方, 这个一个身体呀, 就能周变十方, 也无和散, 也没有说, 啊, 身变十方, 散开了, 散到十方去, 不是, 啊, 回着, 合起来, 合到一起, 啊, 没有, 就是啊, 周变法界, 这个身体, 就是周变法界, 啊, 这个智慧, 能啊, 通达三世, 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是, 而往来, 啊, 不是说, 到过去是, 我呢, 回去了, 啊, 跑到过去了, 未来, 我就, 到了未来那个地方, 啊, 现在, 啊, 我又, 过去, 现在未来, 回着我到那个未来那个地方, 回着我回到过去那个时候, 没有的, 啊, 这个智慧, 通达三世, 也没有往来的, 这就是啊, 佛界的, 业道, 佛的境界上的, 业道, 佛的果位上, 一种思想, 这个呢, 叫飞漏, 飞无漏, 上商品的时善,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 也叫啊, 真中无漏, 上商品的时善, 这是实法界的不出现前一念心的这种警戒, 那么各位, 对这一点, 要特别研究, 研究这个, 实法界不出现前一念心, 对于一念心, 所造成的实法界, 那么, 那么, 实法界也没有离开现前的一念的心, 那么, 那么这个一念心造成实法界, 在我们一念心, 又造成我们自己的心, 所有一切的众生, 他自己呀, 都教得他很快乐, 有的教得, 是苦的, 那就是, 有点缴悟了, 没有缴悟的众生, 人有人的快乐, 鬼有鬼的快乐, 畜生有畜生的快乐, 我举出啊, 几个很浅进的, 的例子, 你就记得, 在这个, 最下的, 这种, 众生, 他这个快乐呀, 就最, 不好, 就, 局出啊, 在这个粪坑里的那个虫子, 那种虫子, 他在那个厕所里边, 这个讲不是这个, 抽水的这个厕所, 不是用水冲去厕所, 没有水冲, 那个粪呢, 就在那, 存着, 这种虫子, 就在那生出来冲住, 他教得他这个家庭, 非常好, 又有吃, 又有喝, 又有地方住, 啊, 多快乐, 啊, 所以在里边蹦蹦跳跳的, 啊, 一天到晚, 在那个粪坑里他跳舞, 啊, 真的啊, 为什么他在那跳舞呢, 他教得很快乐, 你看你人在这个人世间, 啊, 总愿意去跳舞, 也就因为晓得, 啊, 这个跳舞是不错的, 哎呀, 这是这个粪坑里的虫子, 那个苍蝇呢, 什么地方臭, 他往什么地方去, 那个香的地方他不去, 他, 什么地方臭, 他就往什么地方飞, 飞到那个臭的地方, 他就不走了, 在那个地方, 啊, 转来转去, 他也舍不得走, 他认为那个味道是一个最好的, 啊, 这是个叫苍蝇, 那个土灯蛾, 那个蛾子, 也是一种飞的虫子, 啊, 他看见那个灯啊, 现在那个电灯, 他是烧不死的, 要是油灯啊, 啊, 他就看见那个亮光, 他就往那里飞, 他为什么往那里飞, 啊, 他就以为啊, 那个地方, 由他所需要的最好的东西, 啊, 好像那个李太白跑到水里去捞月一样, 他, 就好像到那个灯那个地方去捞月去了, 那要李太白就是这个普灯蛾, 呵呵呵, 化身, 啊, 那么, 啊, 他在前身坐普灯蛾, 去找灯, 啊, 现在他到水里去找月亮, 啊, 这都有啊, 前因后果的关系, 那么, 这是啊, 这个小的虫子, 大的动物, 那个狗啊, 他就欢喜吃这个人饭, 啊, 和其他的饭, 他欢喜吃, 啊, 你给他肉, 他不愿意吃的, 啊, 你给他再好的, 这个饭的菜, 他不吃, 回来他要吃, 吃饱了, 他要看见这个粪呢, 他还要吃, 啊, 为什么呢, 他认为那是最香甜的, 最好吃的东西, 所以就好像人吃饱了, 要吃一点水果一样, 啊, 他要帮助一下, 这是狗的境界, 啊, 为什么呢, 他就叫他那个是快乐, 啊, 在人看来, 这, 这这么邋遢, 这怎么吃呢, 啊, 你没有变狗呢, 你变狗一样去吃去, 为什么呢, 啊, 因为你当的时候就忘了, 它是不好了, 啊, 就忘了, 你现在在人的境界上, 啊, 你认为那是最肮脏的, 啊, 你做的再好菜, 饭呢, 你放上一点那个人分, 啊, 没有人吃了, 啊, 这都再好, 再好吃也不, 也不吃, 就不要多了, 就有这么, 甚至于那么一个偏倫那么多, 啊, 人就不愿意吃了, 为什么呢, 叫的它是不干净, 所以人呢, 看见这一类的众生呢, 啊, 处在这么一个环境里头, 这最苦了, 最好, 但是他自己呢, 啊, 我在这儿非常快乐, 非常好, 啊, 啊, 你看, 人在这个世界, 啊, 着着这种啊, 又粗又坏的这种五尘的警戒, 就是傻一声香味楚, 傻一声香味楚, 这五尘的警戒, 本来是也是在天来看的, 就好像那个, 那个分里那个虫子啊, 在分里头一个样的, 啊, 啊, 也就好像我们人看的那狗吃饭一样的, 啊, 那个天人看, 啊, 他们吃那个东西, 啊, 这种傻生香味楚, 太邋遢了, 啊, 他们就关系那个, 啊, 啊, 在那里头, 醉到这个傻生香味楚里头, 啊, 也不知道, 不久, 啊, 这个天人看着, 就好像呢, 那个, 呃, 粪坑里那个虫子, 在粪里头一样, 我们现在, 在天人的眼光看, 我们在这个事情, 就是在粪坑里头呢, 啊, 就那么邋遢, 但是我们自己叫的, 哎, 不错啊, 这个傻也很好, 香也很好, 味也不错啊, 啊, 傻, 啊, 傻生香味楚, 这五尘的景节, 很好的, 啊, 也在这里边跳舞, 也就好像那个粪坑里那个虫子在那里跳舞一样的, 啊,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你可以试试看, 啊, 啊, 我也不希望你相信, 啊, 等你到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啊, 是这么回事, 啊, 你因为有经验了, 啊, 现在你们有经验, 当然是不相信的, 这个天人, 看见我们人呢, 就好像在那个粪坑里一样的, 啊,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欲界天, 他这种啊, 的警戒, 啊, 也是五尘, 欲界也将五尘, 骰身香味土, 但是他比人间呢, 就圣庙的多了, 比人间就好得多了, 那, 哎, 干嘛就不能比了, 哎, 可是, 在这个骰界天呢, 看见这个欲界天这个天人呢, 就好像喝那个毒酒似的, 喝的毒酒啊, 一喝了就, 就死了, 那个毒酒, 啊, 用酒啊, 那个用, 那个毒放到酒里, 喝了就, 就会死, 但是, 这欲界天的天人, 他认为很快乐, 啊, 很不错的, 很好的, 啊, 对, 我比人间那个, 比那个在粪坑里, 他那些个人, 好, 清静的多了, 这个傻界天, 看见, 这个欲界天的天人呢, 就好像喝毒酒一样, 那个大翻天, 那个天人, 神有光明, 神有光明, 以为这是不错了, 啊, 以为这是很好了, 啊, 但是, 在这个, 四空天呢, 看见他们, 就是像生那个, 荷窗的时候, 在身上生那种用酒, 在身上生的嘎嘎, 油能的糖血, 哎, 那么要拉他, 啊, 啊, 这个, 呃, 四空天, 看见那个大翻天呢, 这种景色, 就好像, 他们都生这个, 拥堵了, 都生, 生窗了, 啊, 感到这个, 啊, 四空天, 他们觉得, 自己是啊, 你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最, 最妙了, 啊, 这是最好了, 在这个二层人看见他们, 就说他们是愚痴, 没有眼睛, 啊, 愚痴, 而这昏啊, 啊, 也看不见光里, 啊, 这二上人, 声闻呢, 得到这个三昧咯, 啊, 教得自己是, 得到无漏, 也无为了, 啊, 不受生死了, 这比诸天都快乐了, 在菩萨看他, 啊, 骂他, 菩萨骂他, 是败种子, 因为这是坏东西, 坏种子, 败种子, 是坏种子, 没有用的, 你这个东西不会出了, 啊, 菩萨就骂他, 在菩萨, 自己有神通变化, 来去自在, 啊, 妙用无穷, 这个, 最妙, 在佛来看他的这种景间, 好像小孩子玩似的, 啊, 像入童子戏, 就好像那个小孩子在那做戏, 你看, 在菩萨认为这是最高的景间, 在佛看来, 这小孩子玩似的, 所以你现在假的你懂的佛法呢, 哎, 你不错, 你和一般人来懂佛法, 你要真和懂佛法的人来一比, 那又相差得很远了, 啊, 那么没有小佛法的, 他就以为懂佛法了, 和这已经小佛法的一比较, 他问他是, 也就什么也都不懂呢, 啊, 一个名相他也不知道, 你给他, 叫他讲出这么多的道理, 试一试呢, 啊, 唯独啊, 这个佛, 啊, 他呀, 也没有乐, 也没有苦, 众生啊, 是以苦为乐, 所有九界众生啊, 都是以苦为乐, 啊, 那么佛呢, 他无苦无乐, 苦无乐情进, 他这苦的情也没有了, 乐的情也没有, 啊, 苦乐情进了, 他正道啊, 这苦法界, 和这个乐法界, 啊, 唯一十项, 就是这一个月十项, 啊, 无苦无乐, 啊, 这种的景点, 这这, 到这种景点, 这才是真正的快乐,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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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